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人秀霸呢 每一次都会针对一个主题 邀请全世界的年轻人 还有台湾的一些专家 或者是想分享的朋友们 一起来节目上好好讨论的主题 那这一次呢 我们加开了一场年轻人秀霸 主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世界年轻人应该要关心吗 好 讲到这个呢 大家就问说 世界跟我什么关系 很多人会觉得说 国际新闻啦 或者是世界 这个很大的主题 离我好像有点遥远 这个时候就马上来 跟大家做个考题了 大家知道最近 在国际新闻上 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吗 来看看 请大家来回我一下说 你觉得最近你有关注到的 国际新闻有哪一些 是有在你的radar上 你有注意到的 比方说呢 最近大家一定都知道 川普在呛说 要把北韩毁灭掉 不然就是最近 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的这件事情 还有呢 在日本呢 这个部分安倍首相呢 他有宣布要提前解散内阁 内阁的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我们讲 比较灾难性的话 大家一定都知道 美国前阵子发生什么事情 赶快回我 快点这么重大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吗 有人说我很关心国际 有 快点关心国际的人 赶快出来 对 大家知道之前 美国发生预风 也造成很大的灾害 那还有摩西哥大地震 这些都是一直在我们 这几个月而已 发生的国际重大药文 那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呢 我们是想要跟许多年轻人聊聊 看他们的观点 对于国际新闻到底重不重要 这件事情来发表 所以各位在收看的网友们 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说 你觉得国际新闻对你来说 重不重要 还有为什么呢 那当然了 讲到要聊聊天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 很特别 很热血的来宾 他是我们年轻人受霸 热青年的袜警主持人 以前也是小主播来着的耶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幸安 我们谈幸安 好的 大家好 我是乐青年幸安 然后还有丽婷好 那个小主播这东西就不用抖出来 是这样偷偷告诉我的 那是暗黑历史 请大家不要去找 工作人偷偷告诉我的 很有主播架实 来一句 请各位不要去找图 在下面留言之类的好吗 没有没有 图伍王大狗再搜 安安的主播图 赶快拉一下 那个等一下先自己把它删掉这样 哈哈哈 对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嗯 呃就是前日子大家应该有在 秀爸的那个粉丝专业上面看到 就我们先从清藏回来 然后讲到清藏呢 大家可能就想说是西藏吗 不是哦 我们是去青海的寓树 那青藏 青海寓树跟西藏是在一个 在左边也在右边啊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到那边待了一个月 就协助当地的社会企业 做一些文化行销 还有一些拍片 还有拍一些好笑的东西给大家看这样 然后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 就是做很多的文化体验啊 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好如果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直接在脸书上热搜 什么关键字 你就打 欸其实你们现在在滑那直播啊 把它滑掉啊 年轻人秀爸 然后就看到 不行啊直播 下面会留个小框 下面会留小框 等一下会离开直播很重要 等一下离开直播之后 记住喔 结束直播再往上滑 那个影片清单里面 就有一个那个我们16天的日记 然后里面还有我亲手抹牛粪 摸牛粪 人生第一次摸屎这样 是摸牛的大便这样 然后为什么呢 真的吗 我要离她手远一点 等会说主播变了 看起来跟五六年差很多是我吗 我今天换了个新发型 你们还满意吗 还是来说信安 我们现在小主播 我自己还没看过她的照片 那我也帮大家介绍 她信安她其实非常年轻 你现在还在算是 差一年多就毕业了嘛 对 那其实信安很特别的是 她在很年轻的时候 国中还高中的时候 就参加过许多志工活动 我第一次去做 算是国际志工跟交流 她是高中高一的时候 她说15岁吧 15岁还是14岁 15岁就出国怎么这么好 对就是一种抱着 天啊可以出国很开心的心情 然后当然就天啊 怎么世界长这样 所以其实出国是为了做志工这件事吗 对就是是做志工 然后再往前 其实就有一次是跟小主播出门 是我小六的时候 那一次更震撼 就那一次住是住外那种 晚上是没有路灯的 然后走出门 晚上上厕所是好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早上上厕所会看到蛆 就是毛测 就早上厕所往下看全部都是蛆 然后还有鸡在那边吃 就是你走进去的时候 鸡会跑出来 然后心想说为什么鸡要跑出来 原来里面都是 你知道现在是晚饭时间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没有胃口 上厕所的时候手机往下照 然后就是白白的 其实你也不会觉得那是什么 因为太多了 所以多大就是你会觉得它黏在一起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感觉是你的出国经验都是 历经一些沧桑 对 都不是那种 大家好 现在在哪里 然后就来个自拍 就结束了这样 是有辛苦的地方 就是蛮特别的体验 可能它不是去景点 但是它到的地方是真的看到 居民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你会特别的感受到 原来生活就是这样子 在他们的世界呈现 所以你在 其实你小时候就出国 然后去做志工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去哪一个国家 然后哪一个经历 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说现在吗 我们大家聊现在 现在待会先跟大家讲个概念 就是现在现在是念传播 然后以前是大台的小主播 但是其实我刚跟他聊 就是他有超零的一些智慧跟想法 而且很有趣的故事 包括摸牛粪 好 大家跟我们讲 超零的概念是什么 是那个 长得很老吗 你知道在大陆他们用词要召集 我第一次去 我第二次去试穿的时候 是我大一 然后呢 我旁边的朋友就问我 就是旁边的大陆大学生就说 现在你是大一吗 我说是 大一 然后说 我以为你是朔一啊 朔一 然后我就 这差太多了 他说 你怎么长得这么着急 然后那时候听不懂 着急什么意思 着急 就是操劳 着急是操 对 因为跑太快了这样 所以长得很着急 对 那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服务是很小的 但是第一次 真的是出国去做服务是去印尼 第一次是去印尼 然后去印尼的时候 所以我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跑了非常多间学校 然后那时候跑学校的时候 其实蛮shock的 你走在楼梯 走学校楼梯的时候 是只有一半可以走的 你们是去做什么 为什么学校的楼梯这么可怕 因为我们是去跟孩子互动 是不是那边有发生什么灾难还是什么 就是印尼其实当地有非常多的 贫富差距非常大 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 就是所谓祭贫 就是帮助弱势的孩子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对 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对印尼可能比较熟悉的 其实是巴厘岛 对 没有错 做旅游对不对 但其实巴厘岛算是印尼的 其中一个区域 对 那你去的应该不是巴厘岛吧 不是不是 我去印尼那边有 去万隆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一天跑了四间学校 每天学校的楼梯大概就是 一半是钢筋一半是水泥 因为没有钱盖完 然后呢你旁边可能还没有墙壁 就是你走一走走它会掉下去这样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最后一站 是去垃圾山 然后那时候垃圾山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想像你 车子开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垃圾是堆得比游览车还高的 然后就好几座 然后上面布满了很多会动的物体 不是蟑螂也不是老鼠 反正大家今天不用吃晚餐就是了 然后地板上很多汁液 但是我刚刚说会动的物体 为什么我说不是昆虫呢 是人 很多人 是很多人躺在垃圾山上面 是在找垃圾山吃的东西 那边所有的居民都是靠这个维生 天哪 你知道印尼哪里去 怎么跟巴黎岛差这么多 就是印尼有个地方 就是那些地方全部都靠垃圾维生 然后那边也都给那名学校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们所有人都拿手机开始拍 或是拿相机 拍一拍之后 因为那时候是学生的 算是肿招嘛 就跟大家讲 我就跟大家讲 我就把手机放下 为什么 因为你突然看到外面所有人 就这样回头看着你 然后你在里面拍 你不怕他冲过来吗 不是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很像 很像在动物园 就不是我们被看 是你在看一个动物 可是你看人家是人 然后我们就突然很沉重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去服务那边的一个学校 走下去的时候 地板上全部都是汁液 然后我们被要求一定不能戴口罩 因为你跟孩子互动 那个味道应该已经很可怕吧 味道是非常可怕 就是 算了不要醒龙 大家再吃饭好了 但是我们走进去跟孩子互动 孩子一样的笑容 就跟我们服务的孩子没有两样 所以当下你会觉得很shock 最shock的是因为那是最后一站 所以最后一站就要结束 总是当地的组织会想招待你 就是最后一站吃好一点 所以结束之后我们去吃必胜客 披萨 对 所有人坐下来都看着桌上就 应该吃不下 就吃不下 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 就是你可以想像你没有吃完东西 可能经过很多个车子 然后送到那边之后 接下来就是他们捡起来吃的东西 就是你当下有很多的画面的冲击 你就觉得 其实走出世界这件事情 你敢说你去服务吗 我到现在都不敢说 我去你帮助了什么 你只能说你看到了世界 然后你知道 如果你可以做些事情的话 你会试着想做些什么事 所以其实那一次出国 本来是以为是去玩 但是你看到的东西 本来是以为是去做服务 但是服务这件事情 你在台湾也做很多 但是你没有想过 原来他们的世界长那样 特别是那时候 我们还有发放物质 就是送大米 还有送一些油 给那些居民的时候 走到陪他们走回家 因为米太重了 他们扛不住 他们就握着你的手 然后说了一串你听不懂话 但你知道他在感谢你们 然后他眼泪就啪就掉下来了 然后你眼泪就跟他一起啪掉下来 就哇 这怎么会 一样是人 然后怎么可以活成这样 就是我意思是 我怎么可以活这么快乐 你知道吗 好难想象喔 所以那件事情带给你很大的冲击 才导致你后来的一些选择吗 对啊 我觉得就会变成说 可能有很多的 很多的人都可以做影像 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如果我真的很喜欢 或是很想要把这些故事 跟大家知道 可以多去用自己的力量 去弄各种不同的方式关心的话 我会想要就是做这种比较 我都会说那种感觉是有温度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特别近 你听不懂他的语言 但是你知道他在想要表示什么 他的眼神已经表达了一切 对 就是有种未来就是可能 大家的那种 心跟心境的距离是近的 就你会觉得就算是住在不同区域 或是不同国家的人 其实人与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 关联跟关系存在 就算种族不一样 就像我之前大学时期在南非嘛 我们也去做政材 那个画面也是很很惊人 因为在非洲其实那个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 很有钱的很有钱 但是很贫 就真的是他连鞋子都没有 那我们那时候去政材的时候 就是发放一些物资 我记得我去的是孤儿院 那个印象好深刻是 那边是天气很热 大家想象37度 你赤脚踏在土地上那个热度 是会烫然后想跳的 是会烫 小朋友是没有鞋子穿的 对他们来说穿鞋子是奢侈的 然后就有小朋友跑过来 结果我看这个还不错 他有鞋子穿 那我在细看就发现他脚上的鞋子 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可能 左脚跟右脚是不同的双鞋子 但是 然后我们其实也学生嘛 没办法给予他们什么 那时候就是发放一些糖果 或基本的文具 你知道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他拿到的那个当下 他眼睛是发光 然后给予你最灿烂的笑容 你会觉得心都融化 然后那个当下我感受好深刻 我才觉得说哇 我原来有这么多 而且我觉得在做很多 现在很流行国际志工 对 那大家都会更注重这件事情 到底可不可以给他帮 给他真正需要的 而不是带来一个 就是所谓的志工强暴 就是你根本是凌驾他的文化 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感触 是不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吧 会觉得你课本上的东西 全部出现在你眼前 那些东西是真实的 是不是你在看课本 跟看到真实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的时候 那感觉有没有差 完全不一样 差太多 你会觉得各种东西是 你在课本上读就是 maybe更惨的是 我为了考试 没错 只是为了考试 你要背下来嘛 你要背那边的雨量 背他们的缺水 背他们没有什么农产品 等到我真的去到甘肃 看到原来这么干 可以不用洗澡 然后 然后开着孩子真的是这样生活的 这样 然后到了清澡 看到原来高原长这个样子 真正就跟课本上一模一样 然后帐名就是这样活着 你就突然觉得一切 对 讲到这个 我们也要问问看 就是 大家 大家 你们是不是有体验一下 什么样的 自己在国外 有什么样的职工服务体验 或是你觉得你们 在国外有看到什么 对 我们知道 亲爱你这次 这次去了 这是小时候去印尼之后 你最近也才刚从清藏回来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边你所看到的文化 因为对我们而言 可能很多人觉得出国要花钱很贵 或是你就算想出国 可能也出不了 那如果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让大家的视野能够 透过大家不同人的分享 能够更开拓的话 我觉得 关心事业就很像是了解它的一环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藏族文化 对我们想要就是 大家听到潘西安去藏区 然后回来这边就说 你去西藏怎么样 我刚才很想这样问他 还好你没问 刚刚事前先问过 我已经纠正过了 但是现在我们等于清藏了 对 所以我们有做一支快问快答 请去看 对我们一开始就说 拜托我们不是去西藏 对 原因是因为整个藏区非常大 我们都说藏族是少数民族嘛 那那个 姐你猜一下 你觉得藏族少数民族是多少人 你不要这样考 我觉得我会答错 少数民族几万吗 几万嘛 我们觉得少数民族大概是几万嘛 对 700多万 700多万 其实也不算少 其实也不算少 就是你要讲像 就是中国是13亿 就是那个落差是跟我完全不同 光是这个点我就觉得 那是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punch 就是那个数字的概念跟人的概念 接下来跟他们生活的时候 遇到下雨我们干嘛 下雨趁雨伞嘛 躲那个躲在车子里面嘛 对 遇到下雨他们看一下天空 继续淋雨 为什么不躲雨 为什么不躲雨 因为他们以前放牛的时候 就是一整片草地 他们就是带了一个葬茶就走了 带了一个牛鞭 牛鞭就走了 他们哪有哪有办法躲雨啊 所以他们看一下大概 天气完之后 看断一下接下来出大太阳 他就找一个大概可以躲一下的地方 就淋湿接下来就干了 所以他们面对生命是特别的真实 在草原上生活是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他们看到有人帐篷旁边 可能有人在泡 有人在赶牛的时候 就会找他来一起来喝茶 为什么不认识 因为那个短情就像是 你知道他赶羊赶牛很辛苦 对 所以你会觉得可以帮忙 所以他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很真诚 非常地真诚 你问他早上几点起来 嗯 几点啊 早上天 他们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嘛 对 天亮了就起来了 这样 然后更有趣的是 我们想要跟他们的生活拍摄嘛 就想要了解 对 你就发现他们赶完牛之后 就躺在床上 开始念佛 葬传传佛 我想念佛 然后好不容易跟他站起来 然后问他说 欸你要去哪里 对 然后就说出去外面找的地方 可以躺着再休息 这你会 你会不懂 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不错 对 我说回来可以当葬名嘛 这样 就你会突然觉得说 欸你不是应该要勤奋 应该要好学 应该要工作 应该要求知嘛 对啊 但是这些事情是我们套用我们 我们的市场的理念 城市的理念去看到他们 对 但他们的生活如果从以前到现在 就长这样 而且他们这样可以去生活 跟面对自己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去接受 而是那种启示的眼神说 欸你们这是好吃懒做欸 这样读书不行 这样考试一定考不好 我觉得如果不安捏住人去 那个那边应该很开心 对就是 很多东西是实际上它去do it 对包含 我们早上五点多要起来铲牛粪 对对对对 你说到牛粪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牛粪 你知道牛粪 大下来的时候会有那个音效 然后 我们还可以去拍 所以我真的听得很清楚 然后接下来冒烟 因为很冷 然后冒完烟之后 它开始有点凝固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拿铲子 去把它铲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嘛 高原要烧什么 高原只有草 要烧什么 什么都没得烧 牛粪取暖 它没得烧牛粪取暖 牛粪非常好烧 可是这样不会有味道吗 牛粪非常 也不能说香啦 像很清香吗 不能说香好不好 我的指缝那时候 就是三四天 都还是留着那个粪的味道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牛粪一坨在那边 是晒不干的 你是用手去 去抹平 大家可以看现在一支影片 有音效 我特别把那个音效录起来 就是那种 嘶嘶嘶的音效 为什么要抹平 是因为抹平才能晒干 有人就问我说 回到台湾的时候 大家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戴手套抹 然后我就问他 为什么我要戴手套抹 因为藏民就是这样生活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真的是 放下一些你 你对生命的认识 真的是跟他一起去认识 他认识的这块土地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就觉得 真的人生第一次摸 屎的时候 摸牛大鞭的时候 我特别觉得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尝试 只是我觉得像欣安这样很好 是因为它 它是愿意放下一些 自己来的地方的一些 规则跟一些想法 去用心去体验当地的文化 那也有网友说 他说在旅程中 面临最多的挣扎 如果遇到路边的乞丐 不知道该不该给钱 这个大家 你们觉得你会给吗 像我的话我会看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 就像台湾好了 会有很多人是集团性的 他就不是真的需要你的钱了 对 然后 刚刚也有 你一个问说 那青海年轻人都会做什么 特别的工作吗 其实他们 就十五十六岁才第一次有宝特瓶 就是 那个生命经验你很难想象 才有宝特瓶饮料 所以 你要会 以前那种牛可以换 换所有东西 换茶换羊 换肉换各种东西 你现在总不能用牛 换一台iPhone X吧 不行 不可能 对 所以当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开始发现要变现了 要开始有钱了 所以他们很多的生活 只能做最基本的 比如说 就是表演给别人看 七百万人 对 然后牦牛你可能骑上来一次 给你收一点钱 所以他们 变就是比较转型 变观光业的 但是却也不成熟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成熟的都被收 都被一条龙收完了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觉得这有商机 带你去一条 然后钱都不是问他们 所以他们面临产业 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那时候 协助社会企业是他们在帮他 找中间的 中间的那个道路 中间的平衡 对就是 比如说把毛牛奶变成 附加价值高的 肥皂跟护唇膏 对 那游牧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希望变成一个品牌 那找到中间的平衡 真的 大家可以让毛牛奶 不是只有喝跟做酸奶 嗯 然后是真的可以做一些 好用的东西 那他们在慢慢转 可是其实跟我们的 那个 跟我们在现在城市的 那个发展 还是差很多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 聊了这边 我也想要问新安一个问题 这比较私人一点 不是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好 我刚才很需要问这个问题 这样 有没有想知道吗 没有 我想问你说 那你觉得世界年轻人 应该关心吗 为什么 我觉得世界年轻人 应该关心 不是什么伟大的理由 要改变 就是我觉得对大家来讲 可能 像对我来讲我都会说 我有莫名的偏执 那偏执就是 我就想做嘛 就是 觉得这件事情 我很喜欢就想做 所以我没有要求 每个人要这样啊 可是 要关心世界是因为 你都已经有社群 这么棒的媒体 对 然后你都有这么棒的工具 而且你也很喜欢看世界各地 各种不同的风俗民情 那你何不就关心世界呢 对 关心世界的方法很多 你去旅游 你去了解 那个文化怎么产生的 就像 我说 浴宿他们这个地 就是青藏这个地方都在烧垃圾 我们都觉得烧垃圾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对啊 你想要批判它的时候 我们突然弄的方法不是这样 我们弄的方法是 你可以想像他们15岁 来看到这些垃圾嘛 那才不到十年的时间 这么多的东西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要求它 马上要做好所有的体系 跟所有完整的事情呢 所以从这个 脉络去了解 你就会觉得 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 当地没有任何一间 卖安全帽的店 哇 要怎么办 去淘宝买吗 然后淘宝寄过来 要花很多天 这样 不可能嘛 其实很难想像 也要插个问题 那你知道在那边的青海年轻人 因为像台湾大家知道 我们都22k嘛 那那边的人大概是 我跟台湾相比的话 他们的工资还蛮不等的 因为他们没有规范 所以你可能跑车的 跑什么都不太一样 但我也有听过 就可能只有 一千多人民币月薪吧 一千人民币 大概五千多台币 台币四五千块 对 可是当地的物价不是 不算低喔 不低吗 一罐可乐多少钱 一罐可乐跟台湾差不多 蛤 因为你要想 青藏高原在四千多公司 我躺的都比玉山高 我躺的都比台湾所有人高 所以 孕上去他们没有任何蔬菜 也没有任何水果可以种 只有青蚵 所以 孕上去的孕肥非常的高 对 所以当地的经济价值 是用虫草 一年只能采一次的虫草 就是东虫下草 哦 他们出产虫草 对 但虫草那边的品质最好 但是虫草这件事情 却也是价格最容易崩盘的 因为所有虫草老板只有三个 只有三个老板 所有的虫草 全台公共的虫草 只有三个老板 所以他们在卖的时候要存货 然后 要冒着被熊追的危险 诶 我们有做一集虫草的这样 你没有看到被熊追 没有进入性行销的嫌疑 就是这个节目嘛 对不对 大家喜欢青藏的东西 可以去看看 孕安他们家做的专业 对 那 我们刚刚听到 是这个印尼的部分 还有 青藏高原的部分 那 其实不止 但我们看到这个视野之外 我们现在要连线上 另外一位很热血的青年 他是直接之前跑去马来西亚 去做一些 也是帮助小朋友的活动 那他的名字叫做 李东盈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 连线来聊聊看 他去马来西亚的状况 对 嗨 东盈 哈啰 嗨 嗨 嗨 东盈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哦 好 大家好 我是东盈 目前 就读成功大学 读母系的大三 OK 对 那我们这次要可以连线啊 是问一下说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世界年轻人该不该关心嘛 那我们今天就找到像你啊 还有其他另外两位的年轻朋友 我们跟我分享一下他们去 出走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去看到的一些文化跟风俗 那你是跑去了马来西亚十来天 可以跟我们说你这十来天做了什么吗 这十天当中我们有去当地的难民学校跟宗教学校 然后服务当地一些跟实际这边有做 合作的机构这样 嗯 然后 呃 刚刚因为我们刚有跟 有跟东盈聊了 大概知道他的故事 不然是大家 有没有有网友想要问 你们想要知道东盈什么的 那除此之外呢 东盈我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去马来西亚 大家想要马来西亚一定是想要那个 twin tower 哈哈哈哈 被发现我很爱 有种这种概念这样 哈哈哈哈 先认景点 认识世界都认景点 对对对对 课本上也都是景点 印尼是巴厘岛 然后马来西亚是那个twin tower 我去年确实去潜水 好这是题外话了 但讲到这里 东盈应该不是去观光景点吗 你们是去一些地区去关怀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那边所看到的 呃 大家一般观光客看不到的马来西亚 那个部分是什么样子的 呃 就我们有一些行程是在比较市区的地方 那你会看见当地其实就是很繁荣 因为那边是首都这样 对 所以你会觉得 诶这是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马来西亚 对 然后可是当我们真正就是走到 比较郊区的地方就是走到难民学校的地方 你会发现 诶真的是 差了很多 就是整个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 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感觉吗 是他们的物质很贫乏吗 还是 呃就是可能没有柏油路啦 还是那边的孩子的状况 因为我们是去难民学校 对 他们的学校其实就是不像我们的学校 有超长有很多教室 没有 他们不只是一栋类似公寓 就是一栋公寓 然后里面有几间房间 然后就得出他们的教室 就是 然后很多 就学生就挤在一个很狭小的教室里面 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这样子去上课 可以跟我们就是 因为 呃 东宇这是去 十天站比较特别的事去进行关怀吗 他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说 为什么他们会需要难民学校 你去的那个关怀的部分的对象是谁 呃 那边的难民学校的小孩主要是 罗兴亚族的小孩 那他们因为在原本缅甸那个地方 被就是当地的政府有一种 有类似宗教迫害种族侵袭的方式 所以他们被迫离开缅甸当地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 呃 有些就是从泰国这样然后再打上船 然后这样这样飘飘飘马来西亚 那在这个路途当中 就可能也会遇到认色集团啊等等 然后就必须付一些赎金 然后在船上这样漂流几个礼拜到 甚至是几个月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来到了马来西亚 对 哇感觉路不很遥远呢 我们要问一下 有在观看的朋友们啊 如果有注意国际新闻的话 应该知道缅甸之前 呃 发生了罗欣亚族人被政府驱离的事件嘛 其实之前因为翁山苏季 他比较知名一点 那大家有在批评他说 他怎么没有包容这个族群 其实呃 这个议题已经延消了好一阵子了 只有刚好是东莹在八月份 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看到 就是第一手接触 东莹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跟 呃看过国际新闻 知道罗欣亚族就是这个这个名词 知道他们在呃在自己的国土上 可能不被认同被驱离 那但是你亲眼接触到 这些真的被驱离的小朋友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呃一开始会觉得 诶他们会不会有一点 难难相处 或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创伤等等 嗯 可是其实到了那边才发现 诶小孩子其实都很 天真很单纯很可爱 然后我们就是 就是这个对比 对比他所经历过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 哇如果是我经过这种事情 我不可能还像他们一样 就是可以 露出那么天真的笑容 所以就 就是格外的心疼 嗯 其实小朋友就是我们最好的导师 对啊 因为他们真的很天真 无邪又无染 对 就是小朋友会唤起一些 我们内心深处的 一些善良的部分 而且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坚强 对 但是可能对他们来讲坚强 这两个词没有在心里里面 是我们觉得他很坚强 但他就是过他的生活 他其实不知道 对他就觉得说 我想要快乐的生活吧 对 其实这会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用什么角度看事情 还蛮重要的 嗯 对啊 那櫻峰哥就问说 呃 东影 就是这么多国家里面 你为什么会选择去马来西亚呢 哦 就其实 这时候我们就要发挥 读唇语的功力 所以东影是在说 其实 真的没事 声音是断掉了吗 声音 哈啰 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 哦 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刚刚已经问过他几个问题 哈哈哈 主持人私下的好康 所以刚好之前他大学 有办一些交流活动 呃 东影你的那个声音断掉了 可能要重新连线 还是检查一下你的收音状况 嗯 我们待会请制作单位 再带给他好了 他是说那时候是跟 呃 学校有刚好做这个交流 那我觉得很酷 是因为我们一般去马来西亚 都是去观光 你不会看到边缘地带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很有趣是 你可以连接上 国际新闻是因为 其实很多东西 跟地理都是有关系的 对 你说缅甸就在 呃 我们刚刚有在抓地图出来 嗯 呃 缅甸跟 罗西 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 其实是很相近 然后罗西亚之后 邱西亚之后 刚好是在最旁边的边缘 对 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离开那个边境 哦 欸 潘锦阳说 好奇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 马来文 好跟大家讲这有私底下的那个观察 这 因为我自己去马来西亚玩 马来西亚它是 呃一个种族会 会在一起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其实英文中文都可以说得通 他们有呃 中国的呃 影响还有 华人的影响 呃 还有一点的印度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料理也很特别 就是有呃 印度的咖哩啊 或是中华文化的菜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有第三个文化 我有一时想不起来 印尼也是很多 印尼也就是 他有讲 呃 印尼文 然后讲华文跟英文 而且这种语言是学生必学的 就是他几乎都要了解 哦 对 而且他们可能还有很多是靠近比较中国福建的 他们还要讲 好渐为 好渐为哦 好渐为跟台语又不太一样哦 对 好渐为 然后他们说好渐为加英文加台语加中文 一起讲 同一句话里面 嗨 你可以想像他那句话怎么讲 比如说什么 今天你好嘛 他们就今天 然后你好就用台语 然后呢 后面又加一个印尼文 你听不懂这样 对他们讲话会各种语言混在一起 然后文法也很神奇 这是在印尼吗 这是在印尼 所以我觉得印尼的孩子很有天分耶 出来话 这种语言都毁人才 特别有天分这样 人才 谢谢 谢谢 谢谢依林 他还看到你了 对 好我们那个东影又回到线上了 刚刚 那个断掉 所以我们再试一次跟东影连线 诶 东影他还要出现了 哈啰 东影 哎哟 糟糕还是听不太到耶 我知道东影现在人 他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 其实是在做服务 他是在做 他在做 算是志工的家教这样 对 所以他是陪伴小朋友 我就觉得蛮酷的 他不只是在海外做服务 他 就其实本身也很自力 在做服务这件事情 真的 他可能也是个怪人吧 做服务的人都是怪人 你怎么可以趁人家不能够 讲话反正一圈 叫人家是怪人 被发现了 跟我一样 现在说你是怪人 做服务的人 都是蛮奇怪的 所以我们现在 好 没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跟东影 现在暂时连不上线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另外一位要跟我们连线的朋友 是世军 他也是去了四川 那这连线的这个中间这个时候呢 我要跟信安聊一下 因为信安其实去过好多地方 你之前才二十出头嘛 对 你也去过四川了 对不对 对 讲到四川 你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那时候要去 跟四川大地震有什么关系 就是 其实汶川大地震 是2008年5月12号 然后会背这么熟 因为是因为 我已经去了五次四川 然后每一次来去都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 对 就是去那边一个月这样 然后 搞得很像幻宿啊什么的 其实不是 就是 去那边做服务的 大家就会想说 奇怪 汶川大地震结束很久了 为什么还要做服务 每个人都会问我说 欸 不会最近有什么灾难了吧 最近 我没follow到吗 最近有什么 在酒在沟地震的时候 我在现场 你在现场 不在酒在沟现场 但每个人都在四川 每个人都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知道酒在沟离 我在的地方距离多少吗 距离 两个台湾的距离 所以根本不会有感觉 大家可能觉得四川发生地震 你就会觉得说 在四川的人都会有危险 那跟台湾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四川是太多个台湾组成的了 酒在沟在这边 我们在这地方 中间距离两个台湾左右 所以其实在震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感觉 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 但是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对 当时有发生地震的孩子来讲 他也是一个 就是 你要说阴影吗 还是说他曾经的回忆 对 那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去做志工 其实最重要的是 后续的陪伴 实际在那边盖完学校之后 学校 后续有小朋友的陪伴 有老师师资的陪伴 还有软体一些 教学知能的陪伴 所以我们就是跟着 老师跟学生一起去 我们陪伴当地的大学生 希望当地大学生 自己可以自己服务自己的孩子 就是给他们鱼干钓鱼的意思 对对对 概念是这样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 没有几位大学生 到现在已经有 80几位大学生 而且听 今天这要连线的士君 是我前面前面的学长 刚好 刚刚还在那 学长来聊天 然后他现在在那边 明天还要带学长 还要带他们去购书 让他自己讲 让他自己讲 来自君自君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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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主持人 嗨 要跟学弟哈 我们来聊一下说 你先跟我们讲一下说 你现在人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在那里 好吧 我现在人在这个 中国的地方 然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在这边 然后就是来去 跟着一群年轻人 还不错的年轻人 很优秀的年轻人 然后就是帮助他们 去做一些服务的项目 比方说到这个 山区去关华一些 就是弱氏的儿童 这样子 所以那因为 所谓的弱氏儿童 在大陆之间 就是非常热的意思 就是叫做 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是保留跟守护的意思嘛 留守儿童 是 就是像我们台湾所的这个 就是客栈家人 因为他们很多是 已经收到外地去打工 那可能近年才会回家 那这些小朋友 他都是由爷爷奶奶 就是在照顾 然后会有很多 就是可能 甚至是有的小朋友 他的乙肌跟在家 就是 其实会有很多 就是心理上的这些问题 然后 需要靠大家的眼光 就是大家 OK 那 其实 世君他虽然是你学长 也是很年轻嘛 才刚毕业 然后在外面工作 你说在外面工作多久 就直接去四川了 我在外面工作两年 我去年来四川 现在已经算第三年了 那我们好奇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台湾其实环境是 比较舒服的嘛 家人朋友都在台湾 你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离家去到四川这个陌生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辗转的机会吧 因为自己打学的时候 一直参与过 两次的这样子 就是暑假的教育 然后有来过四川 为什么大家都是暑假的时候 发生一些很震撼人心 你知道吗 学生有暑假两个月的假 大家你们暑假要做什么 你看这两位青年多热血 大家都是暑假可能就是怕太无聊 不是啊 应该是怕在家里被爸爸妈妈管 所以打快出门 你们都没有暑假作业这种事情吗 那个 嘶 不要说 不要问 暑假都在做什么 趕快留言一下 那暑假在做什么 暑假都在做些什么 像我都在做作业 很认真 还在读书 主持人翻白眼了 对 所以 席君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因为你在那边经验很难得 有没有什么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会让你觉得 其实我们 世界是个地球村 没有分说哪一个国家 有国界之差的 哦 我觉得 其实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 我还记得我之前 一年普加的时候 好像就是 到了一天 就是当初我们帮他 改一遍 就是我们来圆建 然后帮他改一遍 就是我们来圆建 然后帮他改一遍 遇到这些学校 去跟一些孩子们互相 那让我非常非常非常乐意 我一遍遇到的 就是我当时 五年前 比较有的一个 教育台 然后虽然说 当时 第一 第一 第一几刻 好像没有 就是好像 你觉得这很严重 但是就认不出来 然后 可是 其实 后来 他觉得他是 跟我同一集的 这样一个 是 他认出你 还是你认出他 你想大善他吗 是这个 哦 四君讲话可以大声一点 哦 大家才听得到 这样子 可以 好 就是 哦 没有 就是 就是 就是小女生认出你来的 是不是 几年啊 你们几年后相见 五年 五年 五年哦 我一二年的时候 去教育 那还好 你没有胖太多 这时候我很想问 就是四君是不是做了什么很坏的事情 就是被记得 是不是 不是啊 还有一个是他没有变胖 或变胖太多吧 不然怎么会被还记得住呢 是啊 说出心里话了 哎 说出心里话了 那个讯号可能不太好 应该会 不好意思 趁尖掉了十个样子 哈哈哈 哦 OK 那 呃 其实这样你这样的经历下来 当时你心中会有一些感动 或什么之类的 那 你觉得这样子 出去外面看看世界 对你的生活的 呃 看法跟观念 有没有什么感变 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有耶 我觉得因为 呃 其实 因为我现在来到了一个 算是就是 我觉得 呃 不管是文化 或者是整个整体的这样子 一个环境 就是呃 跟我原本在台湾的这样的生活 是相差很大 嗯 甚至是很多价值观 或者是很多 一种思维模式 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 呃 我觉得我自己最讲 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时候是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 当我们一起来看一件就是 服务 或是关心社会的这样子 一个议题的时候 大家的心思可以 就是凝聚在一起 嗯 嗯 对然后我觉得 就是反而会让你 更 更谦卑的去看这个世界 就是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世界 大家还是都一样 所以不分 不分种族 或是国界 然后 嗨 Benny Benny有问哦 就是 沈浩奇是各位热青座志工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 对啊 你看你要问你啊 你是啊 先生 先给心安回答好了 好 世君你先想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你 你看到世界很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刚说就是 你看到到 藏 藏民他们的生活 或是你看到 印尼里夫的 孩子在生活 又看到四川他们的 生活环境 不是说比 谁说我很富裕他 好像没有那么富裕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要同情他 我觉得一开始 就会有这种论述 就是我应该 觉得我很幸福 应该觉得我很知足 但我到后来就觉得 你看见了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生活 但如果你的生活 可以你做的事情 你的生活 可以因为你做的事情 让别人 可能会有一个微笑 会比人觉得你很温暖 我觉得那样 是很棒的一个 生活态度和方法 你是觉得找到生活的 跟生命的意义吗 对 这个问题好像有太大 变得很夸张这样 可是我一直说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笑容 或看到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你在做某些事情 是你喜欢的事 同时他们获得的是 你可以 就所谓的成就感 跟他们的笑容 你就觉得 哇 就是这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所以你会突然觉得 服务在我生命中 好像是一种 很习惯的态度跟感觉 所以你就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觉得说 如果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他想要 或是他希望的一些协助 或是一些快乐的话 我就觉得 好值得哦 好酷哦 好满足哦 就是后来会觉得 就这么单纯 以前会觉得 我应该要知足 我应该要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就搞得好像自己很老一样这样 但后来就觉得 其实就是很偏执的 想做一些 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的事 确实 像我自己做志工的时候 我觉得 最大收获其实 就是当下那个感觉 当你觉得你有能力 能够给予或分享什么 然后对方给你回馈的 那个微笑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很有价值 对我后来都不说帮助 我都常讲陪伴 陪伴他们的时候 会觉得你的时间是被珍惜 跟是有价值 是有 就是你这个人活在这事上是有意义的 对 对是不是 突然觉得你有活着 对 那Benny你也可以来回补一下 因为Benny其实是南非的子卿 就是 对 还有世俊 你说一下 你觉得你做志工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做志工 其实得到的就是 自己的一种 就是快乐跟task 因为我常常就是 像我现在在跟很多 我们的年轻同学 在互动的时候 我都会跟大家说 就是可能思念之后 你会忘记 你曾经看过哪一部 很好看的电影 但是十年之后 你一定还会记得 就是你在你服务的时候 你遇到的那一个 就是 就是那一个 对你微笑的那一个 不管是小朋友 真的耶 对 我闹号中又有一个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那个画面当我们在 可能 不管是十年后 二十年后 在想起的时候 是会让你 会记忆一下 就是微笑的 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服务最快乐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是以志工 从做志工的角度去看 就是怎么让去关怀世界 跟国际的事情 对 好 最后一个问题了 世君 我要问你说 年轻人要应该关心世界吗 嗯 年轻人我觉得 一定要关心世界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 嗯 世界就跟像女朋友一样 就是一定要关心它 它才会 就是跟你越来越近 所以如果你不关心它 可能就会失去它 那我觉得 未来的那个世界就是 需要就是 我们自己去 经营跟打造 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这样子 哇 听了好热血哦 谢谢世君 真的 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 玩一些事情这样 对 就好 我觉得好热血就是 因为确实我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 国际或者是什么 外面的国家 我们知道很重要 可是确实 离我们有点距离 但其实如果把它 想象成一个朋友 你时不时去关心它 知道它的脉络 跟故事的话 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对 我常常形容就是 那个做志工很像是 你在住同一间寝室的时候 一号床 那个什么 延长线不小心火烧起来了 对 你会PO文还是拿水 帮它浇一下 这样 或是你是会帮它灭火还是干嘛 但是国际之宫 就是隔了一条走廊 隔壁的寝室 发生了火灾 那你要去帮它嘛 就很满简单的 就是其实大家都在 同一个世界里面 对 而且大家都知道 现在世界越来越平嘛 其实很多工具上 咦 他是不是 这边有个问题 Lucian说 不知道世君方不方便 让我们了解 中国的网路状况 这个说不定可以 接行性量回答 因为现在这首歌 我们在青藏连线 然后 没有错 他说VPN超难拿的 翻墙非常难翻这样 对 就是 那边的网路资讯 你比较难查到一些 你 就是在平常Google上 能够得到的资讯 有些资讯他会直接 就是没有办法查询 对 那你们是怎么 跨越这些挑战 其实我会觉得 跟年轻人聊天 资讯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他们也会很想 得到一些世界的资讯 对 然后跨越这些挑战是 就是弄VPN的方式 然后连线回来 然后把影片传回来 让大家看见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那边比较多 是弄微信跟百度 还有通讯 对 其实那些东西 软体的资源也是非常发达 只是他们跟我们用不同系统 你就想像Windows跟Mac的概念 有点像这样 OK 所以 反正就是 还是都有办法的 对 好 然后 有人说他暑假的时候是那个 他去脚踏车还岛 好棒喔 是还台湾吗 他有人去欧洲的 对他要去欧洲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这么的 幸运 对 那也不是每 英风哥都说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出国看看吧 可是我觉得 是不是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出国去 我们可以从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 先开始了解他的文化历史 新闻 从那个地方切入之后 我真的觉得 就是 像我之前去很多地方旅游 去22个国家 有些国家 可能他的新闻我没有关注到 去就是感觉不会那么深刻 但有些国家 就像是交朋友一样 我会慢慢了解他 然后去到当地看到那件事情 或是看到那个人事物的时候 你感受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现在呢 最后一个连线要问问看 我们要把镜头拉到美国去了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请大家留言作答 虽然今天有礼物 考一下各位 对 发生了什么事 快点 快点 我们开始讲出来了你知道吗 差一点就讲出来了 对 差一点 对 好不好 没关系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回答一下你们觉得 美国在这两三个月内 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 我觉得光川普就可以写一堆啦 为我们家跟那个 美国的志工李洋来聊聊 李洋哈啰 嗨 哈啰 哈啰 嗨 嗨 嗨 你是美国的���ero's 修士顿 嗨 你们是 那边是早上吗 后面好漂亮 這我覺得他的那個背景好漂亮喔 為什麼在偷笑 修士頓 那至少造成了大概三百多 三十多萬戶的房屋存毀 然後我們現在重建的話要大概六億美金吧 所以我們今天來的要是一個叫MESA的城市 它不在德州市區內 它是在一個像德州那種距離 外圍的一個城市 然後基本上這個城市它還蠻慘的 是因為從他的重造紐修士頓才到現在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第一個 水公組織進來來幫他 你們是 哇好棒喔第一個耶 第一個進去 我們覺得其實還蠻慘的 因為你看一個多月到現在 才有人有辦法進來幫忙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讓我們也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因為雖然說我們也希望能夠第一天就來 那我剛剛也有碰到一些居民 然後跟他們聊也是跟我們一直哭說 到這已經 這都一個多月下來 他說他們每天只在看到他們的 他們所有的財產 一點一點的被丟出去 因為越過牆什麼東西都不能丟 他們只看到他的房子 一點一點的被拆掉這樣 他說每一天那就是被 身心就是受這種折磨 但他終於是有人開始過來幫忙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的感動 然後說 所以我們說 所以我們現在在趕快篩浪說 希望能夠更大程度的去 能夠讓他們的心能夠安定下來 哇聽了好震撼喔 一個月想像自己的房子一個月 然後還沒有清乾淨 那要睡哪裡啊 然後東西要丟掉 那他們現在災民那邊 他們的吃住怎麼辦 有辦法自己料理嗎 很難 很難 因為他們現在 因為台灣的都是 剛剛那個水泥造的房子 那我們在美國這邊 尤其是西部跟這個南部 那我們的所有的房子 其實是木造 那基本上 大水一過來 他們房子是整個泡在水裡 那你也知道 木頭的東西 泡在水它其實就爛掉 那所以他們現在是 所有絕大部分的房子 很多房子是根本沒有辦法住人 所以我們之前進去 直接把他們把地板 牆壁整個敲掉 然後有些韓國的房子還在風乾的狀態 所以其實他們是連吃住都是有問題 那雖然美國政府 救難部門是有在幫他們 給一些資金去他們做 然後去找旅館 但是呢已經一個月過去了 所以已經很多人得到錢 為什麼定格在一個 他說很多人的錢 因為住旅館已經先花完了 對啊 因為一個月 其實我們大家真的要關注的是 很多 確實在國際新聞發生的 當 當 咦它還有在連線嗎 對 訊號好像有點不好 訊號 我們再重打一次好不好 嗯 對 不過有講到 李昂我們再重打一次給你 那其實 我覺得李昂他提到一個非常好的觀念 就是說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在災難發生的時刻 全世界的人一定都很關心 對 但是其實很多的這個重建之路 其實是在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之後的那一段旅程 才是最辛苦的 對 而且 他幫助之後 他後面要重建 他不只是他硬體 還有心理 就是他心裡受過這樣的災情 創傷之後 他怎麼面對他接下來的生活 就是面對自己一輩子的家產 就這樣砰 就被泡水 而且我真的覺得不同的地區跟不同的文化真的好 好不一樣 像我們因為住台灣嘛 你就會覺得理所當然都是水泥建造 對 就要說在美國其實房子都是木材 嗨李昂 哈囉我們有點上線了 聽到了 對你剛才說的部分是 他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地方住 我可以知道那時候水淹到多高嗎 到屋頂在那裡的地區 是全部都淹掉了嗎 12公尺 12公尺 那 所以就是360公分 一層多 一層兩層 兩層多 180公分 那兩層樓 兩層樓多 對兩層樓多 那其實全部都淹 對 那是地瓦地區 然後加上政府有 因為剛好那時候 下雨下派到那裡 一層樓 所以那時候 還是到萬家層樓 全部就在那裡 哇天啊 美國的房子應該都是兩層樓而已吧 差不多 對 對啊 對 那 李昂你在那邊 你是14歲就過去了嗎 你在那邊可以感受到 當地的居民的一些 狀況嗎 還是這件事情 你覺得對你個人而言 有什麼樣的心靈上衝擊 或是對你覺得你感受到什麼 其實因為我們去的每個城市 是每個地區都不太一樣 那像我九月初我過來 我過來的時候 我們去的那個區相對比較好 那是因為有很多老人家 他實在沒有辦法自己動手去採訪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說 因為我們真的辦法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真的能看到他們能夠重建這樣 這是區 地區比較好 比較幸運的地區 那像我們下一個 像MESA 這個街地區的話 他們真的就是 這個媒體真的是完全 就是完全只是遺忘這個地區這樣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根本是 完全沒有辦法看到重建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盡量的能夠去陪伴他們 能夠讓他們能夠安心這樣 哇 真的是真的不容易 而且你從紐約飛來修士頓 我們剛剛有查過 1600多公里 對啊 等於大概四個台灣的距離 你就是為了 為了服務 就是為了發放這件事情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你就請假然後過來嗎 然後現在要再過來這樣 所以你是請假過來的嗎 對啊 所以今天年假也晚了 假放完了 為什麼 去幫忙震災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真的好有愛心喔 那 各位網友 你們還有沒有什麼想要問 遠在修士頓 也是算是重災區的 正中心的里昂嗎 大家可以欠這個機會來問問看 不然的話我們要跟他說拜拜囉 因為他待會兒要去幫助一些災民 發放一些物資給他們 我們可以看一下里昂後面的景色嗎 對啊 可以幫我們拍一下現在的狀況嗎 你後面應該拍得到吧 好 我會慢一點移動喔 你們看好像我的背後 你可以 你可以蹲下來 你可以轉個鏡頭沒有關係 出聲音就好了 你可以表 對對對 哇 然後你看我們其實師兄已經都在 我們都在打帳篷 然後又 然後等下 你整個都先貼 我們就大概不到30度左右 就我們都在排隊的 等一下會排隊群中預備帳篷這樣 好貼心喔 六點鐘就到 然後已經很多人都在這邊排隊 實際上我跟你講因為整個 社會對他們其實是因為就是 沒有關注他們 所以他們其實完全就是 被遺忘在一個角落 所以他們現在非常的 我們在臉書上也看到他們非常的緊張 非常害怕說 希望就是很怕說 我們這次來賓就有幫助照顧到他 很多人 那就是一大堆就過來 對 那我們有網友啊潘錦陽說 你們有打算怎麼幫助這邊的人嗎 目前是這樣子 我們目前的計畫是 跟在所有德州其他城市都一樣 我們會發布限時卡 然後這樣 然後會有 看他們家裡的人數 從400到800元 或1000元 或是等 這樣 那去看他自己家裡的人數 然後我們會給他毛彈 也會給他們一些我們的相機飯 目前來跟他們 以其耐救助的方式來幫他度過 暫時的旅館 然後大概10月初之後 下週開始 我們會用中長期的陪伴關關 中長期 中長期 你的計畫我這邊就不清楚 因為那是 這是德州這邊的師兄姊他們在海 然後我們先指示 幫他們先做這個集 但因為 很多人等一下現在完全沒有錢 他們連吃飯連連買衛生用 天啊 錢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要先幫他們過這一關 後面的 因為這個病毒在台 那李陽 因為你在美國也居住很久了 但是 我們網友Lucian是想問說 就您的觀察 美國的災害處理做得如何 因為其實 额颶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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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颶� 整個風災的一個政府的動員 他一定是做成第一次 十二年前的Catrina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已經是整個政府部門 跟本宮相遇的一個增長 但是我們才能降到一些事情 政府就在他也是有幾難 然後他也是別人 沒有人或不到 不管是任何原因 沒有被關注到的員工很容易就會被 所以其實我家裏做得非常很無敵的在做 因為到底是怎樣 一定會有些東西不小心 一定會讓一些東西 所以我請她說 政府會做大部分的事情 所以 所以 所以等於是說 所以等於是說 在Catrina之後 所以是說在Catrina之後 政府已經有學習到經驗 已經在溝通或處理上面 已經快速很多現在唯一的差別是 會需要幫忙的地方是 反而是那些比較沒有受到重視的 一些地方 那最後一個問題要問你了李雅 那身為一個年輕人 對 最後一個問題要問你了你就是覺得 身為一個年輕人你覺得年輕人是要 關注世界嗎為什麼 那關注 世界是因為我們 其實他需要解決的事情 人 因為人已經被從食物鏈 拉出來所以我們對 對於 對於人的 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可以用 那你要怎麼去看這個世界 說你要找到人 這些人跟社會 人跟其中華文 它之間的關注性在哪裡 你要隨時用心去 關心我們 收到身邊的任何人事物 然後隨時要抱著 要抱著一個感恩尊重來的心去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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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任何事情 都要記得 如果再小一點事情 它都可能因為蝴蝶效應 所以另外的人造成很大的風險 所以永遠要保持一個 永遠要 用正點的方式去做身邊的每件事情 而且 反正要 就是每天都要做第一重生的大事 就是要非常小心自己的隱形 是個非常愛心的 對啊 其實要關注這世界 好謝謝你 謝謝 祝你們今天活動順利喔 加油 拜拜 大家好 謝謝 李楊真的很有心 他是 早上其實我們在 美國時間清晨五點半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連線跟我們 對 然後他就邊走就這樣 等我一下喔 然後放下來 他說我們剛才準備東西 然後再回來 對對對 那有透過他的感覺 那我覺得他講的那個概念非常好 就是說以 我們年輕人該不該關心世界 他是以從人與人之間那個關係去看 那他其實講到一個很好的那個詞 就是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 這個新聞重要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蠻重要 因為 就像他所說的啊 就是蝴蝶效應這個事情 比方說美國跟北韓鬧的 有些爭執 那可能比較僵 那會造成一些原物料上面的供給 會不平衡 那這個原物料可能會變成是 你現在在用的 某一件產品裡面的其中一個原料 那這邊漲價 其實間接下來 會影響到你這個產品買的價格 整個生活 那價格如果不好的話 會影響到產業鏈 那產業鏈影響到最後呢 大家薪水就會受到影響 其實 簡短的說法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 不管是蝴蝶效應也好 還是脸翼效應也好 其實每一個國家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間接的都會影響到世界各地 是很可怕的 我們感受不到 好 如果你有投資的話 有網友投資 有投資應該很感受 有投資的話 你感覺會很明顯 因為油價金價會上下降動 對 但是其實 就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看 人與人之間 其實不管是種族 什麼種族 什麼文化 其實最基本都是人 都是生命體 都是互相關懷的 那我其實還蠻喜歡剛剛 然後世君說的 就像是跟那個國家交朋友一樣 對 跟他不熟悉會有距離感 但是慢慢去跟他熟悉之後 認識 對 那 這時候我還有跟各位網友 出最後一個考題 謝謝Kenny 就是你們覺得 就這三個月來 總共發生了幾次的重大災難 國際新聞 所以堂考 大家來回覆一下 這要說三個月內嗎 對 三個月內 發生了哪些嚴重的災難 你覺得咧 你覺得咧 就是我先問信安好了 完了完了 市區各國的信安 等一下 先讓我算一下 三個月內 最近墨西哥嗎 阿韋嗎 對 大家覺得最近 世界上發生 這三個月內發生 哪些重大災難的新聞 你有關注到 我們來算算看 待會跟你講數字 對 我們要統計一下 好 有了 麗絲瑜說墨西哥地震 墨西哥 對 大家都知道 誰不知道 墨西哥地震 暫時來打屁股 好 完了完了 你這樣講 等一下會有民眾就是 退出直播 就這樣啦 墨西哥地震誰不知道 好 美國風災 我們剛剛有講 這個要作弊 迎風格 好 兩個了 兩個囉 還有什麼 還有誰 還有誰 快點 不可能就只有 墨西哥地震 還有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還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剛剛在節目中 有提到的地方 一個度假聖地 最近 撤離了很多人 因為有可能會有 某種 地殼板塊之間的運動 這樣已經很 不是地震 這樣 對啊 地殼板塊之間的運動 算啦 推擠啦 推擠 所以他開始 你們的觀眾應該都很聰明 有熱熱的東西 熱熱的東西 好 大家都 都想不出來嘛 好啦 那個 那我自己要公佈答案 最近還有那個 印尼巴厘島那邊 有可能會有火山噴發 這個 所以大家去玩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畫面上 看到這個字卡 圖卡是我們 製作單位整理了 在最近這三個月來 所發生的 比我們想像多 中的真的還多很多 像紐西蘭有地震 然後土耳其前陣子強震 然後 九寨溝地震 對 我還在現場 你還在現場 對 我在現場 對 剛剛都會講到 那墨西哥地震 剛剛有人提了 還有加州大火 那其實呢 這一張字卡還不夠 因為其實 我們算算加起來 沒有辦法全部都key上去 冤真太多了 總共是有 17項左右的災難 在這三個月內發生 所以其實世界各地發生了好多事情 那 對 思雨說好精彩的地圖 對 然後森林大火有人講了 對 所以呢 其實 這時候 聊完這麼多啊 我也很想問各位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你們覺得 年輕人應該關心世界嗎 幫我打一下 關心還是 不關心 要關心還是不關心 要關心還是不關心 需不需要關心 需不需要你自己覺得 因為 國際新聞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議題 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可能是世界上去關心 還是差了一點 其實這種東西蠻有趣的 就像我剛剛說 如果問這樣所有年輕人 要不要關心世界 你有問過他們這問題嗎 沒有耶 可是他們會想要了解世界 可是你問他們要不要 他們的生活就這樣 好像也不需要去關心他 所以需要跟不需要之間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不用覺得一定要需要 才是那種有為青年 我覺得不一定 對 就是他可能有各自自己闡述的方法 對 他也沒有一個 知識的 一定是對或錯的答案 說不定反正 人家說嘛 世界總是會有末日的 我覺得還沒有末日 那我活下去就好啦 對 你會覺得那我關心這麼多 那我倒不如關心我身旁的朋友 比較重要 白頭髮會變多這樣 對 好啊 對啊 那麼 隨著節目接近尾聲囉 那我們就把這個懸念 留給大家 因為今天真的來過很多 國外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讓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 有一些事情 現在我們看不到影響 可是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或者是我們踏出去關心 我們這個 舒適前與外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接觸 或一些體驗 讓我們從此之後 生命會有一些轉彎或改變 或是你的 我會覺得啦 像我走了22個國家了 那 有些部分是去玩 那有些部分是去體驗 那你會發現 每去一個國家 去學習他們的文化啦 之後可以開另外一個話題聊 對 但是重點是 你心中那個世界會變得很廣大 那你看事情的方式真的會變得很不一樣 你會用 我是一個 Earthling 就是 或是World Citizen 是一個地球的公民 來看這個世界 那時候你感覺會很不一樣 會有一股使命感吧 對 而且會覺得很多事情其實 沒有那麼單一 對 因為不同的人 像我剛剛說就是 你對藏族的年輕人 你問他要關心世界嗎 他們可能連手機都沒有 也不一定有辦法關心世界 對 對他們的生活來講 牦牛是他最總好的東西 對 那個生命經驗跟文化是不太一樣的 待會因此因為你關心你變成更可以去換位子去 對 以他們的角度看事情 對 如果你可以關心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可以關心嗎 或很希望那種 我可以關心的方式去關心 對 因為既然我們可以去多了解一些 不覺得很有趣嗎 對 就是弄這種心情 然後最後你可能認識了這個文化 了解了更多不同的 不論是災難或是世界發生的事情 你更可以去了解到底 你跟世界跟你跟其他人之間關聯到底是什麼 嗯 必須我們都是一個共同生命題 嗯 好吧 那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要接近尾聲喔 謝謝今天各位的參與 然後也謝謝信安今天來到節目上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謝謝 其實很多可以挖啦 不過下次 大家說不定還 回去點一下樂清你的影片 又在置入下行動 然後看一下 蠻好玩的喔 對 那也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年輕人秀爸 下次再見囉 掰掰 你覺得不是要聊那個 嗯 現在已經八點